年度記者會正式開始 哈囉 現場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親民聽聽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麗玲我們的Go World Network 年度記者會的現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麗 非常感謝 非常歡迎各位貴賓 麗玲現場 今天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日子 因為今天在這裡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很多很棒的成果 以及我們接下來的未來策略藍圖 因為相信各位貴賓都知道 其實在過去的十年當中 GoGoro透過了科技創新 不僅是改變了各位大眾 使用以及分享能源的方式 並且也是以我們GoGoro Network 這樣子一個能源網路作為核心 結合了我們各界的夥伴這些資源 共同來加速了雲具的電動化 同時也是帶動了城市 以及整個產業的一個永續轉型 所以今天呢我們有很多的夥伴 以及我們的各位好朋友 將會跟我們一起來分享這些成果 同時也會公布一個非常重磅的消息 所以請各位貴賓可以拭目以待 那今天在我們活動一開始 首先讓安娜我們借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今天與會的來賓們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GoGoro產品長 洪敏毅 掌聲歡迎 歡迎敏毅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GoGoro台灣總經理 江家瑋 Herry 請接著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洪嘉藤智慧電車 品牌發展部經理鍾雅成 歡迎鍾雅成 歡迎鍾雅成 請接著為各位介紹的是洪嘉藤智慧電車 營運中心國內營業部的經理陳雍凱成經理 同時也歡迎我們的中華騎車電動二輪 營銷部部長 鄭盛丹智慧部長 部長好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台林營業部的部長 林竹堅林部長 歡迎 接著是同樣來自於台林營業部的經理李元鈞 歡迎李經理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威蘇登平台商務部協理 簡婷和簡協理 歡迎 緊接著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伊甸智慧能源台湾總經理 陳威廷 陳總經理 歡迎 接下來是我們的明日科技董事長熊志一熊董事長 同時還有我們明日科技的總經理呂李洋 呂總經理 明日科技的副總經理何瑜漢 何副總 最後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遠傳電信資深協理張文晶 張協理 在今天掌聲歡迎我們所有講官貴賓麗麗麗現場 那今天馬上一開始就要邀請到我們Gogoro的產品廠弘毅 Gogoro的一個年度報告已經是快要兩年之前了 中間疫情的關係我們稍後停頓一下 那今天我覺得有蠻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們一些佈局 然後我們一些進況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Gogoro Network在全球已經有超過265萬的用戶 這裡面包括了在台灣的Gogoro的這個騎士 然後PBGN夥伴們的客戶 也包括了GoShare註冊在使用的用戶 還有包括全球各地我們B2C跟B2B的用戶 加起來有250萬 那這個Network應該是全世界規模最大 用戶最多的一個電池交換系統 好 我們與日子在增進 然後一直在提升我們的服務量 以及我們服務的各樣的功能 那在目前為止我們現在手邊應該是有 在45個城市有佈建了GoGoro的這個換電站 然後有55個不同的車款 包括我們在台灣的PBGN的Partner 也有包括海外的PBGN Partner 幫我們一起坐的各式各樣的車種 在這45個城市裡面 以2B或者2C的形式來服務給客人客人 那在台灣之外呢 已經有501個換電站 可能很多媒體已經不太清楚 包括了在印尼 印度 菲律賓 新加坡 以色列 日本 韓國 還有就中國都已經有各種的換電站落地了 剛剛講了遍體的40幾個城市 所以這也是在台灣發展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逐步的開始向國際市場 雖然有些城市的規模 開始的時候是比較小的 但是每次進到一個新的市場 我們就要去遵循當地的法規 當地的一些檢驗標準 以及找到新的商業模式跟合作夥伴 所以雖然這個規模跟台灣相比還沒有那麼大 海外的規模 但是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非常辛苦 跟不容易的路程 今天我們有大概500多個佔領部件 而這個數字應該在明年還有一個更大的規模的突破 以整個GoGoNetwork來講 我們全部在這個所有Network裡面 車輛的總里程數已經來到87.3億公斤 這個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環繞地球 就可以環繞到兩三千圈以上的一個公斤數 然後我們的電池交換次數 已經攀升到4.8億 將近5億次了 然後減少了這個二化碳 已經達到7.4億公斤 所以當我們的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 累計的用戶就越來越多 而這些累計用戶所能夠貢獻 對於環保 對於節能減碳的貢獻 也就是全部的疊加起來 所以希望未來我們能夠在更多的城市 服務到更多的客人 也透過我們BBG MPA的夥伴的幫助下面 可以Reach到更多更多的用戶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在全球布局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概況 那有關在台灣過去兩年之間 我們做了一些什麼樣的新的服務 或者是一些功能的調整 我在下面就是 請我們的台灣總經理Henry江上台 跟各位做一個進一步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的 謝謝你 也歡迎我們的江總經理 歡迎Henry 各位美女朋友 然後各位PBGN的夥伴 貴賓大家下午好 我是Henry 那今天呢 因為我們想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更新一下過去兩年 GoGo Network在台灣的佈局 以及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那今年呢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的能源的交換服務 是一個有感的服務 所以針對以下呢 我們做了一個三個購面的分享 第一個購面就是我們要持續的來增加整個能源網路的廣度 深度還有量能 畢竟我們要服務五千個車主跟五萬個車主跟五十萬個車主 甚至到有一天我們到五百萬個車主 基礎建設所需要的積累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呢我們也會來分享目前我們在推動的多元的資費與折扣 大家可以看到說過去大家常常會說這個騎電動車比較貴 那我們今天要用數字來跟大家分享說 在過去一年當中我們所有PPGN的夥伴的車主 那在能源的這個網路上面享受什麼樣的折扣 能不能在這個關鍵油電銜接的轉捩點上面 讓電車成為一個大家最可能的選項 第三個當然我們關係也很在意這些電池之後的運用 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到不是車廠的PPGN夥伴 來跟大家分享說我們在後續電池的應用 那我先從第一題開始廣度深度跟量能 我想這個是作為一個可信賴可依靠的能源交換網路 一個很重要的三大構面 首先呢我們在台灣已經有2545個站點 其中呢正在這個2545個站點 就是你可以去換電的地方總共有超過一萬兩千個機櫃 大家看起來圈起來這個這樣叫一個機櫃 所以我們標準的5.0的go station是有三個機櫃 那機櫃裡頭呢總共有超過11萬個電池槽 因為我相信不管你說是幾站也好幾個櫃子也好 最關鍵消費者在意的就是有幾個孔位裡面插著電池 那我們每一個機櫃呢每一站呢平均有45個電池槽位 不是5個也不是15個是45個好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消費者到每一個站點都可以看到 充滿電池的電池槽位數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基礎設施的更新 那大家在做油電銜接類比的時候 常常會說我們跟加油站的密度的比較狀況怎麼樣 那截至9月30我們跟加油站的對比已經來到1.28倍 再往下看如果我們把全台灣368個行政區域 假設一個行政區域有一站的話 我們的覆蓋率是85.9 如果我們進一步只看本島 就是我們台灣的話 Gold Station覆蓋率是89.4 在9個縣市呢已經達到100%覆蓋 15個縣市達到80%的覆蓋 那這頁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會按照人口數 在六都當然建置的狀況一定是最多 像新北市有400萬的人口 所以佔我們整個Gold Station主機的分布 也來到將近16個百分點 那我這邊談的是廣度 但其實呢有多少站是關鍵的 但在哪裡有這些站更是關鍵 所以我們進一步就談到所謂的深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不同通路 部件的這個Gold Station的狀況 大家可以了解說 其實我們最好想像過去你去加油站加油 未來你去加油站換電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機台 有大概將近18個百分點都建置在中油 大家熟悉的地方 那第二個台灣人最熟悉的就是便利超商 所以我們有17個百分點其實建置在便利超商 其次是停車常在的是量販超市 像加樂府啊全聯站的地方 這就是每天你去採買生鮮蔬果會經過的地方 台灣也許大家不知道 台灣每五間全聯就有一間全聯的門市 由GoGoro的換電站 那我相信不管你今天是騎GoGoro的車子 騎台頂的車子騎宏加藤的車子 騎任何一個品牌PPGN的車子 都會來到這些地方消費 所以在不改變你自常習慣的情況下 可以完成能源的交換跟補充 再往下 好我剛才講我們有很多槽位數 但是槽位只是槽位 充電器只是充電器 裡面要真的放著電池 消費者才換得到 所以我們只要有建置槽位 基本上的電池裡面的滿載是93.3% 所以我剛才講一個數字叫做45個槽位數平均每站 那我們明天現在平均每個站都有42顆電池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關鍵消費者有感的指標 就是你去換電池 到底那個站有幾個孔 幾個孔裡面有幾個電池 那這個是油轉電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照顧喜歡騎著車出去走走的 大家以前常說跑山跑山 那我們特別拉出高於海拔200公尺的Go Station 目前有160站 所以不只在都市裡面可以換電 在海拔200公尺也可以換電 那等一下會會跟報告我們一個新的進展 接著呢是我們陸續在推動的這個Go Station的5.0 我想大家從早期看過我們最初出版的這個換電站有邀身的 然後一步一步我們在進步一直在進步一直在進步 下一天再來到5.0 那這個新一代的換電站呢支援兩倍的快充 然後呢雙向的充放電以及調頻的功能 等一下我稍微解釋一下調頻在幹嘛 好 往下走 這個SuperGo Station 這個SuperGo Station就是單一個站點有超過120個充電槽位 這個叫SuperGo Station 到目前為止呢 過去12個月 只要你是在SuperGo Station換電的話 它的滿格電池的滿電量是99.2% 所以整體的GoGo Network的滿格電池交換率是97.8% 但是在SuperGo Station是99.2% 那在SuperGo Station佔我們整體的戰數只有3.5% 可是它有4倍的服務的量呢 就有超過12個百分點的電池 其實在SuperGo Station來交換 所以你可以看到能源補充設施呢 網大型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要怎麼樣讓消費者在習慣的地方拿得到滿電的電池 這是一個很重要 作為一個可信賴可依靠的能源服務網路必須努力的 再往下 好 那我剛才講我們其實陸陸續續從第一代第二代一直來推廣 那目前我們第五代的導入率已經來到66% 那我想跟大家報告這事情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每一代的機櫃都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那我們不斷的幫我們的科技在進步的同時 我們也很願意把新的機櫃投入到市面上 來提供我們所有PPGN的車主來使用我們的能源網路 所以目前的導入已經來到66% 那第四代呢也來到31% 那我們有信心接下來幾個月到明年的時間 我們會把這個數字再持續的拉伸 另外一方面呢我們的電池也投入超過130萬顆 在我們的能源交換網路裡面 其中呢我們預計每個月至少會新投入第三代的電池 我相信如果Follow Facebook 常常在看 第三代電池 第三代電池 第三代電池我們每個月以超過一萬兩千顆的速率 再投入到我們的網路裡面 目前呢三代電池佔我們整個能源網路的佔比是64% 那我們會持續的不斷的透過用剛才的速率來推升 整個三代電池的部件 所以基礎設施大概我們過去兩年做了一些努力 在今天跟各位媒體朋友報告 當然如果只有好的基礎設施是不夠的 因為基礎設施是消費者選擇你的第一步 可是他要開心的使用你第二步 當然就要牽扯到支費跟折扣 所以第二個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有感服務 我們在過去一年的努力 我們有不同的多元支費以及折扣 我們先從支費開始看 其實我們現在支費已經有非常多元的選擇 有預選旅程的呢 有這個安培小時計費 特別我想要想要highlight這個安培小時計費的方案呢 其實我們還有額外送動態折價 那動態折價什麼意思呢 我們等下來解釋 我們選擇基本的費率之後呢 就可以享受左邊的綠點的折價 跟右邊的GoGo Rewards的點數獎勵計畫 那在綠點的折價呢 平均來看 每100站有86站提供綠點的折價 那你只要在我們的綠點站換電呢 平均會拿到5到10%的折扣 換句話說你只要用95折 甚至9折的金額就可以來完成那一次的電池交換 那如果我們單純看這個數據來講 平均使用綠點站在交換電池的用戶 其實是享受6%也就是94折的折扣優惠 那截至目前為止GoGo Network已經發出 超過6000萬的這個電池支費的獎勵 所以我想這個是每天每天的積累 然後也許我們過去沒有把它講很大聲 那這一次呢 剛好很多PPGN夥伴來支持我們 也一起來把這個訊息放大 其實在使用我們綠點站 平均可以享受到94折的優惠 當然這樣還不夠 所以我們在去年10月23的時候 也推出這個GoGo Rewards的點數獎勵計劃 那目前為止呢 已經超過30萬名車主 加入這個點數獎勵計劃 那我很開心跟大家分享 在這一張聯名卡短短一年的發行時間 已經在這個月破10萬站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快的速度 那透過這個聯名卡 以及這個點數獎勵計劃呢 我們已經總共發出了1億4千萬的GoGo Rewards點數 那1元等於1點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深很深的優惠方案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 我們在哪些通路有發放呢 其實除了台信銀行跟GoGo Rewards本身呢 我們也有特別提電一大筆預算 在GoGo Network的行銷以及營運 所以只要是使用GoGo Network的車主 再強調一次 不管你是威斯本台零 還是中華還是宏家騰還是YAMAHA PGO 你只要是使用GoGo Network 都可以享受這個點數的折扣 另外一部分呢 也許很多媒體朋友不知道 只要你是購買PPGN的車子 刷台信的聯名卡 都可以享受2%的車價回饋的點數 換句話說 如果你買EMOVING最新的ECR呢 你也可以享受到2% 如果你買洪家騰的AI1 你也可以享受到2% 所以我想我們整個能源網路在推廣 是沒有在分品牌的 是所有品牌都可以享受這個2%的車價回饋 到今年年底以前呢 如果車主選擇分期 到我們的PPGN的夥伴裡面去購車呢 還可以享受一樣2%的回饋 1%的限定以及1200點的 等於把他的分期手續費還給消費者 所以我想我們在推廣這個行銷 是整個聯盟一起在做 不會是只有Gogoro或單一品牌 是整個所有車廠一起聯合起來 好 再來 好 那大部分的用戶呢 其實都把他的點數使用在支費折扣上面 大概有82%的用戶使用在支費折扣 那其他的呢 就是使用在比如說保養 然後維修等等等等 甚至起GoShare 再往下看 好 平均呢 只要有開通這個方案 車主所享受到的折扣等同於7-2折 所以100塊的支費帳單 就只要繳72塊 如果是319的帳單 大概就直接乘以3 只要繳200多塊 所以我想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在推廣這樣子 根據你的一個數字呢 已經有超過7萬人次 每個月是不用繳支費的 也就是說我們去年在推廣這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講啊 希望消費者再不改變消費行為的前提之下 可以累積的點數來折抵支費 也就是說你去麥當勞 你去摩斯漢堡 你去這個地方7-11消費 累積的10%的點數都可以用在這個支費折抵上面 那現在已經有超過7萬人次 是每個月繳支費是0月 所以如果我把剛才的綠點優惠 加上GoGoRewards的點數獎勵計畫 加總在一起的話呢 我們的用戶平均每個月 每個月可以享受到66者的折扣 ok 好 當然有基礎設施呢 有好的多元的支費跟折扣方案來講的話 還有第三個就是我們未來在智慧程式的應用 那我們也跟NLX來合作 虛擬電廠預計在今年年底完成1000站的部件 那超過2500座的機台呢 會回饋整個電網 如果瞬間需要一個電力的支援的時候 所有機台會停充 然後讓這個電網可以先平衡 再回來再繼續充電 再往下走 ok 然後我們已經在台北市超過187個路口 導入所謂的智慧交通耗製的不斷電系統 城市只要電力有異常的時候 不管是不是松鼠踩到電線 就可以因為電力有異常的狀況下面 我們的智慧電池就會立刻來供給這個紅綠燈電源 讓這個重要路口不會因為停電的關係而有所影響 同時呢我們也在六都部件超過756個智慧停車柱 那這些停車柱呢換一次電池就可以維持 至少兩個星期以上的自主運作 那其中期間是不需要再派人去維護的 所以這一頁呢大概可以很簡單的說明 我們在整個能源網路以及智慧電池上面的規劃 所以大家最熟悉呢其實是 將這樣的智慧電池運用在車輛上面 也就是左上角的可交換動力電池 那我們陸續往智慧程式在推廣的時候 就下面的調頻備轉的服務 以及中間上面的可交換供電電池 在智慧程式的IoT這個Device上面 緊接著呢我們也開始在做UPS 在紅綠燈萬一有這個狀況的時候也可以來供應 以及我們更多的這個不同的計畫 未來會跟大家分享 第三個步驟就是我們來推廣 當這些電池都已經生命桌型到位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用來所謂的都市採礦 按照WEEE的標準來採檢 然後變成最後黑粉再回收這樣子 我想這是整個GoGoNetwork智慧電池生命桌型的規劃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們 分享我們要做的三大計畫與方向 第一個呢我們會在今年年底來優化 超過一半的站點的換電的路線跟環境 什麼意思來看一下before before這是我們蓋完站之後 車主如果要去換電池可能要先 有可能車停在中間 那我們的GoGoNetwork的團隊呢 現在逐站逐站在盤點 逐站逐站在更新 預計呢會將所有的站點陸續來優化 像這個例子呢就是有做出一個很好的進空區 讓我們的車主呢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活動空間 來拿取電池 我們會在年底前完成超過一半的站點的優化 第二個呢我們的電池交換站已經正式成為 道路的交通的標誌 什麼意思 過去因為台灣的電動車 不管四輪或兩輪其實還在推廣階段 所以大概就只有這個號子 現在你看一個EV 但是你其實不知道這是給兩輪充電 還是給四輪充電呢 到底是GoGo的換電站呢 還是EMOVING的快充呢 還是各式各樣對吧 還是TESLA的充電 那今年呢我們陸續導入就是 只要是交換電池的 基本上就會標示像這樣子 然後下面會有個GoGo Network的指示牌 讓我們的消費者更好的來找到換電站 那找到換電站的同時呢 也不需要再等這麼久 所以我們今天更新的一個新版的軟體 讓我們消費者在換電的時候呢 可以減少50%的等待電池彈出的時間 當然換電過程當中呢 如果你有遇到任何問題呢 我們也同時推出的這個電池跟暫體的問題的回報系統 你只要透過這個換電站上面的螢幕就可以即時的回報 那我想其實我們從第一代的換電站就 建有裡面工業級的主機加上螢幕 就是為了客戶的體驗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把這些設施設備開始啟用之後 可以大幅來提升消費者的滿意程度 好 再往下走 在廣度部分呢 我們到今年是85.9剛才有說 我們預計呢到2024我們要達成90% 我們希望在全台365個行政區呢 我們的覆蓋率可以來到90% 針對本島的部分呢 我們從89.4希望可以達成到94% OK 那除了都市以外呢 大家一直很關心可不可以上50 這個題材其實過去有很多媒體朋友一直在報導 現在不只可以上50 我們在今年會達成中橫的東進西出 讓熱血的車主在城市換電沒有問題 但是呢要從中橫東進西出也沒有問題 OK 再往下 那我們預計呢針對網路內的前10%的熱門站點 進行供電的擴容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讓它的充電效率提升15% 因為前10%的站點就代表消費者對於電池的需求是高的 所以我們針對電力來做擴容的時候呢 就可以讓消費者等待的時間 一折降低一折就是拿到滿電電池的比率會更高 這個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一切呢為什麼我們有辦法做這麼快的分析 就是仰賴獨家的Google Network的熱血指數 透過大數據的方法呢來精準完成部站 所以可以看到這張圖 其實這就是我們每天日常在用的系統 就是說我們會透過這樣的系統 來綜合既有部件的站點資訊 來評估Google Station的新點位 那我們預計呢也會持續來加深這個運用 每年增加10%的電池槽位數 OK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媒體朋友報告這麼多 我們就整理了一頁 讓各位媒體朋友比較好拍 好 我應該要離開一點 因為他心裡很瘦可以的 OK 我們Google Network 持續秉持著推動有感服務的精神 攜手PBGN的各大車廠 台灣車業的先進們 一起來推廣交換電池的這樣的能源解決方案 來改變人們使用跟分享能源的方式 謝謝 好的 在這邊掌聲謝謝我們的Henry 非常精采的分享 而且剛剛其實我們看到了 在這份簡報當中 報告了很多封鎖的成果 成績等等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是我們未來的一些展望 我只能說非常感謝 我們Google Network的產業夥伴 還有我們PBGN的聯盟夥伴 真的是共同努力 從各個面向各個層面 不管是廣度 深度 便利性 同時還有量等等各方面都在持續進化 讓消費者真的是很優感 像剛剛Henry一邊在講的時候 我在旁邊 真的送出一個億 Google Rewards送一個億 光是這些就是點數 六千萬 真的嗎 Henry一邊講一邊講說 安娜你會不會有點太誇張 身為消費者的我真的很有感 所以這也是要感謝我們的夥伴的共同努力 所以今天也要在我們這個年度的記者會上面 邀請到我們的夥伴上來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年度的展望 在這邊首先要邀請到的是我們 宏家騰的智慧電圈營運中心 國內營業部的經理 全永凱 全經理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掌聲歡迎 我會不會又在旁邊驚訝連連了 這邊要先感謝主持人 然後各位貴賓 還有今天我們包含 Google Network的所有聯盟成員 大家還有包括今天所有的媒體朋友 那其實今天宏家騰來到這邊 當然是一起為這個Google Network 一起來做一個共襄盛舉 那其實大家就正如途中所看到的 其實宏家騰也在今年 正式在這個Google Network的一個 這個能源網絡下 來完成了我們車友總數 達到三萬里的這個一個成長 那當然在這邊也其實非常感謝大家 是因為宏家騰的品牌其實一直致力於 在做所謂的這個 就敢挑戰與眾不同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也發展了許多的一個產品線 包括我們也打造了自己的兩輪、三輪 甚至橫跨我們的綠牌的這個 電動機車到白牌 那當然包括今天一起合作的這個夥伴 衛生燈 都在我們這樣的一個產品線當中 可以在物流面也可以做到這個 所謂的最後一頂路 那當然在這當中呢 其實也要先跟大家借個雙手 今年剛好是我們宏家騰 25週年的一個生日 所以請大家可以幫我們掌聲一下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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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民歌來講當然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畢竟我們在蠻油的一個產業當中 跨足到了電動車 然後有達到這樣的一個成績 其實當然這一路來 其實真的非常感謝 所有的夥伴生員的一個支持 那當然我們從今年初呢 其實就一直致力於在推動 許多的車友活動 包括我們在今年中 打造了這個巡迴北中南的一個 行玩大挑戰的活動 甚至更結合了這個棒球賽事 來做一個強棒出擊 當然可以我們邀請了許多媒體 車友都是免費到我們的賽事活動當中 去參與這個棒球活動 這次當中其實我們希望的就是讓 疫情解封之後 大家可以比較快樂一點 happy一點 甚至可以輕鬆一點 那當然在這邊 所以我們聽到 當GoPro Network這邊要來舉辦 這次的這個台北橋活動的時候 這堪稱是二輪電動車當中 最重要的年度盛會 所以當然這邊 紅家人絕對是一定是全力支持 而且我們會全力去號召 我們AI1234 所以當天我當然可以希望看到 剛剛所提到的 甚至我們的三輪車的車主 我們甚至綠牌的這樣的一個輕型車輛 甚至到我們帥氣的 AI1 Ultra Belt 都可以共同的一個出席 那當然也可以跟所有聯盟成員的夥伴 一起在活動當中做一個這個參與 那最後當然還是要非常感謝就是 我們一定是共同去推動這個進行世代 再去做一個展望未來的一個部分 也可以呼應我們整個中央 還有包括我們整個政府 整個去推動我們一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所以紅家人其實在電動車這一塊 真的是非常的盡心也非常盡力 也感謝今天這個整個主席 安排的一個活動 謝謝 好的 當然謝謝我們陳婷筠的分享 其實剛剛其實是偷偷小爆雷的一點點 沒關係 待會我們重方的消息 後面會首度公開請大家拭目以待啦 好 那在這邊緊接著我們要邀請的是 我們中華汽車電動二輪營銷部的部長 鄭盛丹政府部長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比較深歡迎 來 左邊這邊請 那 產品長 那 台灣區的總經理 那 還有我們 Cocoro Network的這些夥伴 跟媒體朋友們一起先進們 大家好 那 謝謝 那 我是中華汽車電動二輪交部 那 我們中華汽車呢 一直以來都是自費與電動車的發展 那 從汽車 摩托車到微型二輪車 一直以來都是綠色運居的發展者 那 E-moving 是中華汽車旗下的二輪品牌 那 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策略 一直以來都是多元能源 那 從在家裡充電 在外面補電 一直到2010 我們加入了Cocoro Network的這個團隊 那 也推動了這個 輕型的這個綠牌車 那麼 剛才總經理也有幫我介紹了 就是我們今年有新推出的EZR 那 有全新的車架 全新的馬達 那 也非常高興能夠加入這個團隊 那 我們今天呢 前一陣子 Smart協會有推了一個這個333的政策 那我們這裡有先 率先回應一下 那 也希望這樣的專欄能夠刺激電動車的這個發展 那 150 的專欄我們先來看一萬塊 那 我們的普通的重型機車 包括進穴 包括我們新車 最高呢 都有一萬塊的購車金 那再來是 5000 5000的部分就是我們的輕型的二輪車 跟微型的電動車也有5000的購車金 那 當然還有一些零利率的這個配件的這些方案 那 最後一個是零 零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有跟基隆市府合作 那所有合乎條件的公益青年 都可以免費取得一台電動車 那這樣的這個專案呢 應該說也是大家今年做的電動的機車的產業 都非常的辛苦 那 也希望政府幫他有呼籲了嘛 那麼 帶領我們大家做一些突破性的這個發展 那我們在 大家一起 keep a moving 能夠達到 2050 近零碳牌的這個政策 那 也預祝今天這個活動 不能講 對吧 不能講 那我就祝各位媒體 先去幫你們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好的 謝謝鄭部長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說我們前面這都是前期 小小撲個梗 待會呢 中棒的話還是交給我們總經理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去下一位 邀請我們的 PPGN的聯盟夥伴 是我們的台電營業部的部長 林竹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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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次的活動 也很高興 旅間 狗狗羅人邀請我們台電營 一起來參加這次的盛舉 那其實台電工業一直以來 就是針對在機車的製造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有個強而有力的後盾 日本的一個品質以及重車的科技 那其實我們現在一直在針對 在研討到底 其實大家都看 各位媒體先進朋友們都已經知道 現今的市場的消費的實力 已經跟以往這三年來已經大有不同 一些高單價的車種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人在購買 說實話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老實講 為了誠實說我們台電工業的 E-Ready的電池來講的話 的銷售力其實一直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也不會因為說我們賣的不好 我們就放棄了這塊市場 我們在爭強 針對 我們現在消費者所需的一些產品的市場 來開發 我們現在現有的油車市場來講的話 銷售成功的情況之下 會藉由這次的成功的第一點 KCON 我們參考我們KCON SZUKI最厲害的就是KCON 我們利用KCON的一些設計理念 來創造出一些更浪 消費者的清晰感 然後來不見而購買 其實在一個新的機種的開發 也謝謝GoGoro的一些知識的協助跟合作 那產品開發之外 我們現在也透過我們現在的政府一直要求的 街邊店也好 油車店也好 如何去做一些傳統機車行的一些轉型 那我們現在也一直在說服我們的經銷商 其實經銷商們的想法跟其實大家都蠻清楚 就是比較頑固 那沒有二代沒有三代要接的話 比較難去轉型 但是如何你要去說服經銷商們 來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也成功達成大概35%左右的經銷商 願意往這個產業來做進行 那持續未來不管是行機種 或是其他套轉型的部分 我們也台電工業來講話也會餘力 來繼續朝這個方向來做進行 謝謝各位 謝謝 好的謝謝我們部長的分享 那這次也感謝我們所有VGN聯盟的 夥伴們的分享 那其實大家也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夥伴們真的是非常辛苦 在過去相對比較不容易的環境當中 依舊是沒有放棄任何的希望 持續的在為這個永續轉型 持續做努力 再次給我們所有的夥伴 先熱烈的掌聲好嗎 真的是非常辛苦 但是呢 這件事情真的要持續的進行 因為呢 剛剛其實剛好經理也提到了 部長也稍微就是三肩幾口 但是 其實今天這個重磅活動 可是集結了我們的GoGo Network 260萬用戶即將要一起參與 一同來狂歡的年度盛會 究竟是什麼 話不要再多說了 馬上再次邀請到我們總經理 Herry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是什麼呢 來歡迎 好 又是我 OK 睽違了兩年三年疫情的期間 其實大家在家裡也關很久了 那今年這個真的疫情解封之後 我想對於PBGN這個聯盟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我們的台北橋帶回來 所以很開心跟大家宣布 我們在今年的10月28號的下午4點半 會正式來推出這個快閃台北橋擺購夜行的活動 大家有看到我們第一次特別把這個Logo做的一些主持者做一些調整 代表什麼 是我們PBGN聯盟夥伴對於這個活動每年每年的這個commitment 我們會持續的攜手這些品牌夥伴呢 來服務我們車主把車主一起找來參加這個活動 當然我知道因為過去疫情期間 大家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消費 所以很多人把他的車子爆改 再爆改 所以我們開心的宣布我們攜手所有的PBGN夥伴 一起舉辦的第一件 All You 電車改裝大賽 那我們希望你在疫情期間所改裝的車子 可以透過這個改裝大賽 來向所有的消費者來展示 除此之外呢我們也會舉辦一個風格的美食市集 以及金曲的演唱會 那相關出演的嘉賓請大家追蹤各個品牌的粉絲專頁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來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有哪些大咖的金曲歌手會一起來響應這場 睽違已久的快閃台北橋擺購夜行的聖典 以及呢這也是首次利用萬聖節這樣子好玩的時間點 來跟大家集體一起業氣台北橋 所以2023年呢快閃台北橋 我們在等一下記者會結束 3點就會報名正式開始 那各位媒體朋友如果有興趣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QR Code就可以馬上來報名 那也歡迎更多的消費者跟車主呢也可以一起來共襄盛舉 騎電車來秀你的改裝 騎油車可以來參加享受電車的魅力 然後呢來看我們各個品牌推出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一起業氣台北橋擺購夜行謝謝 好掌聲謝謝我們的Harris 請操作留步因為呢 既然呢都已經宣布這麼重磅的消息 即將呢要去夜行我們在台北橋 而且要擺購夜行 是不是要邀請到今天的 例領到我們這個GoGoNate World年度 記者會的我們的PVGN的夥伴 還有我們Nate World的這個產業夥伴 來到舞台上 一起來進行一張紀念的大合照 這邊呢再次邀請到GoGoGoNate World產品長 洪明毅 掌聲歡迎 接下來至於歡迎呢還有我們的伊甸智慧能源 台灣總經理陳薇婷 陳薇婷 歡迎 接下來邀請到的是我們的 洪嘉城智慧電車品牌發展部經理周亞成 總經理 以及有明日科技的總經理呂里洋 呂總經理 接下來邀請到的是我們 中華機車電動二輪營銷貨部長 政政單政部長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 原傳電信資深賢禮張文晶 張賢禮 以及我們台銀營業部的部長林竹千 林部長 同時還有我們的 威蘇登平台商務部的賢禮簡 您快樂簡賢禮 好 同學邀請到我們的 這個媒體朋友們 手機 相機 攝影機 把我們準備好 然後各位長官們 我們竟然呢 是要擺Go夜行 可以跟我一個 準備要Let's go的感覺嗎 來 右手借給我 準備好要出發了 要Let's go Go Roll 來看一下我們中間的鏡頭 好 來 先看一下我們中間的鏡頭 使用它稍微靠近一點點 來 氣勢要出來好不容易 疫情結束了大家的 真的要請超而出了 十月二十八號非常中棒活動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熱情力 來 中間這邊都拍好了嗎 好 來 中間這邊好像是 可能要稍微拍完的記者朋友 幫我稍微往後面一點 OK嗎 OK嗎 好 來 中間再幫我看一下喔 來 保持熱情 往前送 準備要Let's go囉 好 來 中間再三秒鐘喔 來 三 二 一 好 接下來我們把視線轉到右手邊 轉到右手邊 GoGo Roll Network 將會有的持續呢 在我們的廣度 深度 便利性 量能等等 持續呢 做發展 繼續做進化 為各位帶來有感的服務 來 最後我們左手邊這邊看一下 好 來 左手邊這邊幫我看一下 好 如果笑起來 好像牙齒弄起來有點不好看的話 那麻煩幫我一下來大笑一點好不好 啊 開心的感覺 好 來 最後再次回到我們正中間 感謝呢 各位媒體各位貴賓 然後還有我們所有的 Low World的夥伴們 最後的時間 再次呢 謝謝我們的長官貴賓 麗玲現場 謝謝 謝謝我們的產品長 謝謝我們的總經理 也謝謝我們的部長 謝謝我們的聲音 謝謝我們的經理 謝謝我們的總經理 謝謝大家 好 今天呢 非常感謝大家的熱情的秘密 今天呢 也是我們的這個活動呢 非常圓滿成功 也希望呢 可以繼續為我們所有消費者 持續努力 在我們的GoGo Network呢 可以持續呢 就是邁進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繼續的多多支持 把我們的好消息呢 跟更多的好朋友來分享 那今天呢 我們活動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稍後呢 將會在我們的舞台上面 來進行電視的這個聯訪 那如果任何有需求的話 也歡迎呢 可以到服務台下 選擇工作人員 再次感謝大家呢 今天 歷領我們的 GoGo Network的年度記者會 祝大家有一個 愉快美好的下午 我是山大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